今天是2024年10月17日星期四 我们继续学习《从荣安禄》第九诗则 养三紧白 世众 屈原独醒正是烂醉 养三说梦恰是绝食 屈原他说举世皆如我独青 他以为他自己最清醒 其实他才是晕晕乎乎的 他才是烂醉的 养三才是他自己做了一个梦 他说自己梦中的事情 其实他才是最清醒的 且到万从那么所住人那么听 且到是绝世梦 大家说说我这样说话 你们这样听是清醒还是在做梦呢 屈养三梦往弥勒所居第二座 且到第一座是谁 养三梦到自己去了弥勒菩萨的处所 位于第二座的位置 万从老人说 大家说说第一座是谁呢 大家说说第一座做的是谁 尊者白云 今日当第二座说法 第一声来说是非者 也未真准说 今天又处于第二座的养三才是说法 万从老人说小声点 来了一个说是非的人 三乃起 百锤云 地观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 养三才是站起来 敲了一下棒子 敲了白锤 万从老人 这里的卓语是文书菩萨的话 文书菩萨的台词 在这里的卓语 是文书菩萨的台词 在丛荣案落地则四针身座里面有 四针身座 文书百锤 大家认真观察法王的正法 法王的正法就是如此 地观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 谋合言法 此意文常 谋合言就是大乘 大乘佛法 万从老人说大乘法义需要非常长的篇幅才能说清 离四句绝百费 敬白 言其一行着离四句绝百费 大家可以参考第五十九则 赵州 赵州无南 这里 碧眼路第五十九则 也可以参考 从容安落的 那个 马祖五百黑 这里就不需要解释了 紧白就是禁告的意思 言情行着 这是万从老人说 养三城市嘴不上说的好听 离四句绝百费 他自己在这里落落说说 说一大堆 他自己根本没有离四句绝百费 说的好听 但是做不到 养三七岁入定 见身于教主及家设 二十七祖等同会金色 他做了一个春秋大美梦 其堂处空无柱时地色如流离 决已与诸主同事犯相 批金兰显足 居地八位 这里是居地八位 一位 居地八位 一尊者年貌甚高 呼曰去谈 当今 某今当法事 养便下座 就 前追 白曰 大众尽心 摸合言法 离四句绝百费 言气就座 上面公案本则里的内容 是 这里的内容 就是上面公案本则的 这些内容 是养三城市七岁时 入定梦游的时候看到的 不过这里写的是 居地八位 居地八位 公案里面的 是居第二位 是第二座 不一样 集众生 稀善量此 是意 所有的人都对养三的这套说 是议论纷纷 谈论他的 意理 养幼之说 梦中往 弥勒处 安第三座 养三他是自己 吹牛的时候 说他是在 梦中 去了 弥勒菩萨那里 便安排坐在第三个位置 统药一云第三座 与本路同 中文统药里 也说是第三座 与养三本路的记载一样 有说第二座 有说第三座 还有说第八座的 就是 其实都是下编的 所以编的都不一样 有一尊者 白垂约 今当第三座说法 三生来起 白垂云 磨合言法 离世巨 绝百匪 地庭地庭 这是本路里面的 有一尊者 白垂说 今天应该是第三座说法 养三 他自称三生 他说 我就站起来 我就说 敲了一下棒锤 就说 磨合言法离世巨 绝百匪 大乘的佛法离世巨 绝百匪 大家要地听地听 还是同样的内容 泛语磨合言 那 此云 大乘 磨合言那 磨合言的意思 磨合言那的意思 就是大乘 四巨百匪 马祖上头白 海头黑公案 以剖判分明 此不复也 四巨百匪的说法 在毕业路中 也出现过很多次 在充荣案路第六则 第六则 马祖白黑中 也出现过 这里就不需要解释了 错 万松老人说 他已经解释过了 大伟秀约 大伟怀秀秀纯 说 一文解义 则不无 忽然 弥勒会中 有个作者 才建议到 磨合言法 遍云 何许两片皮 就是何许你的嘴巴 非为 只觉杨山 昧雨 以免死后人 梦中 说梦 大伟怀秀说 并不是说 大家不会一文解义 一文解义 则不无 如果当时 弥勒菩萨的会中中 有一个大常识 他一听到 杨山 说磨合言法 这几个字 就说 闭上你的臭嘴巴 何许两片皮 何许狗口 这样不仅能剿灭 杨山 成事的梦画 也避免了后代佛教徒的梦画 万松道 大伟若解 回光返照 和万松无地容身 万松老人说 大伟怀秀约 如果懂得回光返照 能够解点自己的内心 那么他和我 都没有容身的地方 都没有容身的地方 我也不会说他了 我也没办法说他 也不会在这里说他了 墨有梦中寥寥 这里醒醒的吗 你们这些人之路 有没有在梦中 也能清清楚楚 在醉酒的时候 也能保持清醒的人呢 送梦中用纳参其咎 孰尽难忘 在睡梦中还抱着神医 到处参访祖师呢 杨山成事真是很精进 杨山成事 在梦中还抱着用着纳医 参访祺咎 就是古代的祖师 参访弥勒菩萨 和其他的西天的二十七族 熟悉的情境难以忘怀 孰尽难忘 烈圣 生生做其右 犬贤赤书 诸侯毕露 各位圣贤都坐在他的右边 这里应该是暗示 杨山坐在尊位 左边表示尊位在这里 万生老人说狗虽然低贱 但是他可以仗着人士 可以这里叼着皇帝的赵书 他就显得珍贵了 诸侯看到了这个赵书都必须必让 当人不让 前罪名 心不负人 面无惨色 杨山坐在当人不让 就敲响了木锤 要登台说法了 万生老人说心里不觉得亏欠别人 当人就不会有惨愧的眼神色了 说法无畏事之后 面无惨色 杨山坐在智气满满的登台说法了 心安如海 他的心像大海一样安宁 吞纳百川 所以能够容纳所有的河流 胆量如斗 旁若无人 他的肚量 他的胆量 他的胆量像斗一样大 他非常从容 只得旁若无人 角木泪流 点点是血 神话中的人鱼 脚翘吧 脚翘吧 脚翘 这是人鱼 神话中人鱼生产的脚翘 神话中人鱼 生产产生的叫嚣 入水不湿 他们哭泣的时候 眼泪就会化为珍珠 静甘宝收神器 卷十二 南海之外有骄人 水居如鱼 不费自济 其眼气 只能出珠 点点是血 眼泪珠里带在血 就是偶心立血 蹦肠猪 刺心片片 把半壳剖开 从他的腿里掏出珍珠 万生产说 半壳 一片刺身 战雨 谁知泄我鸡 手足拒露 手足拒露 我忽言落语 谁知道已经泄露了季风 万生产说 我的手脚已经显露了 手脚已经显露了 旁眉 一笑 杨家丑 应谁自得 旁眉 就是眉毛黑白 杂色 形容年老的样子 旁 就是同旁 这个旁 这两个旁是一样的 衰来的眉毛 惹来别人的笑话 向外宣扬了自己的家丑 万生 把人说 是谁导致的呢 离世俱绝百费 言由诈尔 离世俱绝百费 就是 马祖和他的弟子 这个公啊 言由诈尔 这个马祖师徒的话 还在那边回来 就是有圣人 问马祖离世俱绝百费 请施子祖师 马祖说 自己今日劳眷 让他去问智障 智障说 我今日头痛 又推给淮海 淮海说 到我这里却不会 都推三主事的 所以最后 马祖大师就说 帐 海头黑 马祖父子病休医 走疼走痛 神鬼难民 马祖大师和他的两个弟子都是无病壮病 他们的病不需要抑制 这个话比较难以理解 走疼走痛 鬼神难民 就看了一一本了 他说 sending eggs and pens spirits and ghosts cannot understand 鬼神难以明白 人类的痛苦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搞不懂 走疼走痛 理解不了 事与南北方有国 长觉无梦 东北方有国 长觉无梦 东北方有个国家 人们经常清醒不会做梦 中方有国 梦觉常办 以梦中所作为虚 以觉来所作为实 在中部有个国家 做梦和清醒的时间 各在一半 人们认为梦中的行为是虚幻的 醒过来的行为是正式的 西南方有国长梦 五十日一觉 以觉者为虚 以梦中为实 西南方有一个国家 人们经常做梦 每隔五十天才醒来一次 五十日一觉 认为醒来的状态是虚幻的 认为梦中的事情是正式的 这都是瞎扯 如果醒来的是虚幻的 那就不叫醒来 那就叫做梦了 如果梦中是真实的 那就不叫做梦 那就叫真实 那就叫醒来 所以说这里都是瞎扯 此觉梦 虚始未一知也 所以清醒和梦幻 虚幻和真实是很难知道的 龙牙诵 在梦哪知梦是虚 绝来方 绝梦中无 明时恰是梦中世 悟后 孩童睡起夫 龙牙决认说 在梦中你如何知道梦是虚幻的呢 醒过来了才知道梦的事情 梦中的事情是虚无的 迷惑的时候 你就像梦中的人 觉悟之后 你就像醒过来的人 叫做以梦为独头意识 懒独 独隐境 独头意识懒独隐境 这两个都是维持中的概念了 我也不懂 白度了 意识性 单独所进行的思想活动 是不与五十 同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独头意识 独隐境就是纯粹的妄想境界 养三久无颠倒梦想 如何做这去救 这个去救就是行为的意思 养三才是四个开悟的资人 超时间没有颠倒梦想 怎么会做梦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 法华人常做是好梦 这是出自法华经 法华经理说 诸佛神经社 百福相庄严 文法为人说 常有是好梦 这是有是好梦 经常做学佛信佛 弘扬佛法的好梦 美梦啊 今天白日做大梦 金光明十地菩萨十种梦境 有梦一家 金光明金中的十地菩萨 做出十种不同的美梦 真是太棒了 有梦一家 持走大明拳 那是好排斜谈笑 大明拳城市是个 喜欢搞笑的城市 它是仁山横城市的弟子 喜欢看往下讲俏皮话 就不装眼 不装重 仁山横城市 主定侍者 长居简直 他的师父就 仁山横城市 就告诉侍者要跟他住在一起 要经常约束他 大师约 人是一梦 快乐一世是好梦 拒戒一世是恶梦 我另做好梦 持侍者抽单 抽单就是离开了 大明拳城市说 人生战士要快快乐乐的 人生如梦 我们要做快乐的好梦 如果你一直约束我 对我老说就是恶梦 侍者听到他这样说 也就是知趣的 离开了 抽单 知趣 知趣的离开 就是抽单而走 抽单去 有的地方是抽单去 养山横梦中 由于魔法研法游戏 亦胜重之习气 养山横城市虽然做梦 但是还是在登台说法 在开示大声的法语 这是圣人的习气 这都屠上了 连做梦都是在那里做佛教的梦 前锤 前锤非为白锤 不仅是白锤 不仅是白锤 凡 周于 谨重 总为前锤 亦为 生明 忠 目于 敲忠 这些谨重的行为都是前锤 意 意意是生明 这里解释 前锤 世之后 圣道经 世之后 无畏说 祭送中的说法 无畏世之后 出自永家大师的正道歌 心安如海 出自法华经 其心安如海 我闻以往段 蜀字 上书大将军将为 自伯曰 是与斗胆将为 他斗胆 在寄讯中的胆量如斗 出自蜀字 都是 无一字无来历 天同无一字无来历 万松老人拍马屁说 红字这些人才是每个字都有出点 太牛逼了 太厉害了 人访数一记 南海交人 水居如鱼 不费机制 气泪成株 这是胶木内流的出处 一文续说 汉武帝 姓 护子河 有人 藏此鱼 献洞穴 珠一枚 东方朔云 海底有穴 身 树百丈 有翅磅 藏身此株 尽寸名 尽寸名要绝世 这就是磅藏 珠坡的出处 养三只知泪出痛肠 不绝舌在口外 养三只知道掏心掏肺 只知道过瘾 过瘾说法的瘾 过奖金说法的瘾 做开事得意的 他不知道 他的自己的舌头已经露出口爱了 九桃真信 梦泻天机 九水已经驱动了他的真信 他在梦境中泄露了天机 四巨百飞一石吐吐 他并没有离四巨也没有绝百飞 啥都说出来了 他就说话了就不行了 就没有李四巨了 就没有李百飞了 深问马祖父子 李四巨绝百飞 有个圣人问马祖师徒 师徒 师徒三人 李四巨绝百飞 如何是祖师希莱裔 前神作希莱裔 问头 杨三下 摩合眼 注脚 这个圣人 希莱裔的问题 杨三三是用摩合眼 作为注脚进行回答 他说 摩合眼法 离四巨绝百飞 就回答了他的问题 杨三一 马祖之重生 为什么药病不同 马祖道一 传百战华海 百战华海 传伟三李佑 伟三李佑传 杨三会计 伟三是他的孙子 杨三 杨三会计 就是他的重生 所以杨三一 马祖之重生 但是他们的疾病 和药法 怎么不一样呢 马祖他回答的时候 是知之乌 又说 今日牢卷 又说 我头疼 又说 到我这里 我不会 这是知之乌 在这里杨三说 摩合眼法 离四巨绝百飞 他就给他回答出来了 所以他们的疾病 和药法 都是不一样的 出生有可异 脱体到应难 这是近亲到父的话 他说 要想抽身而出 其实很容易 但是要想完全想清楚 就比较困难了 说不清楚 但是能抽身而退 这就是崇荣安录 第九四则 杨三敬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